一般上来讲啊 买车都是亏钱的 就算你买的是新车 在你牵制的那一瞬间 你的车已经贬值了最少20% 不过你知道吗 其实有一些二手车 它现在的售价和它当年的新车价钱没有差多少 而且你买了这些车之后 你以后卖出去 你可能还会赚钱 这车是什么车? 走 我们今天带你去看 Mazda RX-7 我相信不管是FC也好还是FD也好 到现在他们还是很多人心目中的Dream car 其实我也是一样啦 如果我在马路上看到这些车 我也会多看两眼 因为这个车真的很Sexy 很帅 可是要买到这款车其实不简单 因为目前它的二手价真的是太高了 我稍微去上网搜索一下 它的价钱大概是在18万令吉到22万令吉之间 而且这些车基本上应该都是没有的loan了 所以你要买它们你只可以cash买 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压力是多大的 但是哦 因为这款车 它的数量越来越少的关系 你买来收藏的话 以后你卖出去 你可能是赚钱的 因为它还是有这个价格上涨的空间在 所以如果你情况移取的话 又遇到状况美的RS7 赶赶把它买下去 这辆车采用的是Mazda经典的1.3转直引擎 它有Turbo版本 也有NA版本 我本身是没有开过这款车啦 不过听我的车主朋友说 这款车开起来和一般的这个涡轮车不一样 它的动力响应是很快很轻盈的 听到我自己都心痒痒 而且它的驾驶感受也很棒 如果有能力我真的会弄一台来收藏 Toyota Supra 是一款我从小到大都听到的车 而且每一次听到这款车的时候 人家都会讲 你看 Supra 它的改装潜力很大咧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在改装爱好者的心目中 这个 Supra 是多么的经典的 不过很可惜的是 这个 Supra Airbus 已经在2002年停产 所以它的价钱是随涨船高越来越高 目前呢 你可以看到的都是20多万 差不多在几年前 有一个人要卖它的 Supra Airbus 那时候它开价22万 我已经觉得很贵了 结果最近我去找一下这个 Supra Airbus 的价钱 已经涨到接近27万 所以你就看这款车的涨价潜力有多高 同样 Supra 也是有 Turbo 还有 MA 的版本 Turbo 的版本叫做 2JZ GTE 它是一具 3.0 的双涡轮增压引擎 因为它采用这个铁柱工艺的关系 所以这个引擎的承受能力是非常大的 我们去 YouTube 搜索一下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是爆改这个 Supra Airbus 马力过千匹的例子是非常多的 而且拿它来跑零四的话 我真的是很爽 不过我没有做过啦 CV FT2 Type R 呢 它是最后一辆 自然进气的CV Type R 同时呢 它也是马来西亚 Honda Malaysia 引进的一款 Type R 车型 那时候它的售价是 199,800 左右 可是呢 在经过了这个10多年的期间呢 FD2 Type R 还是要卖10多万 很恐怖哦 这个价钱 而且如果你的这个状态好的话 你甚至可以卖到更高的价钱 如果你是收藏家的话 这款车你收藏起来 以后它绝对绝对会有涨价的空间 FD2 Type R 呢 它采用的是2.0的 K20A VTEC 自然进气引擎 虽然这具引擎啊 在现在这个年代啊 它因为这个排放法规 已经不能够再使用了 可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呢 这具引擎还是一起升级 虽然它自然进气 但是它竟然有222 HP 的马力哦 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 只是呢 这款车其实不大适合日版使用 因为它的悬吊真的很跳 你拿来下TRACK的话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一般你拿来在路上开 然后载着你老婆 你应该会被你的老婆骂死 Honda NXX 它有东营法拉利的称号 其实当年呢 Honda 会开发这款车 就是为了和法拉利竞争 它采用了全旅车身 可以说是当时日本车里面 见不到的超级跑车登机 而且呢 这款车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耐用 这个呢 受到了很多国外媒体的称赞 就算现在的NXX 已经是一款30年的老车了 但是它还是很少会有故障 目前啊 这个NXX的售价也是20万的登机啦 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款车很经典 而且数量越来越少 所以它是很多收藏家心目中的宝贝 这款车 以后它的数量应该还是会上涨的 因为数量真的是越来越少 而且你要找到状况好的也很难的 分分钟是你有钱都很难买到的车款 就算你不是头文字底的书名 你应该也听过脱海的Toyota A186 这款车呢就是因为这个动画而爆红 而且呢这款车的价格是一天比一天贵 我以前读中学的时候呢 这个A186的售价大概是5万6万就买得到了 其实在当时来讲 这么老的车还要卖5万6万其实是很恐怖的事情 可是最近我上网去找的时候 A186的价格竟然超过了10万 这个真的就很惊人了 那么老的车竟然还要卖10万 如果现在是有收藏这款车的人卖出去 应该真的是赚钱了 我曾经问过一个日本玩车的朋友 他告诉我其实日本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因为很多的国家一直去日本找这种经典的跑车 例如A186 所以就算是在日本本土呢 这个好的A186 其实也很少了 所以在日本市场的A186也是越来越贵 这个情况不只出现在马来西亚 连日本都是一样 相信呢 这个A186价钱会涨到那么恐怖呢 主要的功劳还是因为头纹之低 还有突乌归势 HONDA S2000 其实也是一款HONDA的经典 开篷 双座 完美配重 又是一款让人看到流口水的车 我有一个认识的人呢 他买了一辆HONDA S2000 他说他买这辆车的时候 售价大概是15万左右 可是最近呢 有人找他要买他那辆车 开价已经超过20万了 不过他还是没有打算要卖 这款车呢 采用HONDA经典的VTEC高转引擎 动力强劲 而且这一具S20引擎呢 它每一公升的排气量可以输出的马力 已经超过100匹了 所以呢 我们讲HONDA是买引擎送车 这一句话真的是有他的道理在的 自然进进行 他都可以做到动力那么强劲 而且呢 你不要因为S2000是老车 所以你就不敢买它 因为之前HONDA已经讲了 他们会继续生产这个S2000的零件 所以千万不要害怕 你会遇到买了车 找不到零件的情况出现 第三SKYLINE GTR R34 是最后一款采用RB26DETT的GTR 我呢 在之前我很幸运 我看过一辆真正的Numberland Edition 就算是20多年前的车 你现在看啊 还是摔到一个没有办法形容的地步 不过呢 这款车的价钱呢 其实真的也不是那么简单啊 据说当时 买到这款车的人都已经花了30多万的现金 而且现在呢 这款车的价钱应该是更高更高了 不过很可惜 我有尝试去找这款车的二手价格 可是找不到 因为没有人要卖 我真的是无法想象 现在就算有人要卖都好 这款车到底要卖多少钱 如果你们知道现在R34要卖多少钱的话 欢迎你们在影片下方留言 让我们知道 我们一起去研究一下 R34的价钱到底是多少 最后呢 我们要讲到这个经典的日本车 为什么价格越来越高 其实主要有两点啦 第一点就是因为这个 政府收紧Classic AP的政策 以前你要用Classic AP引进这些车呢 车龄只需要20年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收紧成35年 意思就是如果今天你要引进一辆R34的话 你可能要等到203多年 你才可以把它引进 其实之前引进的车呢 数量已经很少了 再加上这个Classic AP政策收紧的关系 所以呢 物以稀为贵 这些车款的价格就被越差越高 越差越高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澳洲和纽西兰这样的国家 跟我们抢车 早期呢 会玩这种经典日系车的国家呢 只有像是英国啦 马来西亚啦 泰国等等 澳洲原本是玩他们的Holden 但是因为这几年呢 Holden的母公司GM 他开始撤出这个优家市场 导致澳洲人没有车完啊 所以他们只可以去日本和我们抢车 也因为这个澳洲和我们抢车的关系呢 我们可以找到的那种经典日系车 越来越少 这个也是导致他们起驾的原因 所以我们可以拜托澳洲人 不要再给我们抢车的嘛 就是哦 我在上面讲到的车 每一款我都很想收藏 只是我没有钱而已 不知道在看影片的你们 是不是也喜欢这些车 或者是你们是车主 记得哦 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 你跟这个车的故事 你们的留言就是我们的动力 如果你们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多多留言 然后按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分享我们的影片 接下来我们才会有动力 去做更多这种类型的影片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